马华该不该退出国阵一直以来都只是纸上谈兵 但是明天这项课题将会付诸行动 那马华首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就透露 明天召开的母体代表大会将会有一项提案 让中央代表决定马华是否退出国阵 除了对内探讨马华的去留 马汉顺也对外抨击 由大多数华裔选民选出的财政部部长林冠英 棒打自己的族群 而这样的财长不如丢进垃圾桶 首次以马华首领总会长身份 主持马卿代表大会的拿督马汉顺 今天警告财政部部长林冠英和其他新科官员 不要将华社权益玩弄于鼓掌之间 或是耍以华制华的手段 就连拉曼大学学院也成为林冠英要斗垮的目标 但是自这半年以来 西门西东党除了一直把自国无能的表现 归咎于前朝政府 忙着寻找各种借口来推卸责任 西门西东党在大选时 对选民许下的承诺 我说绝大部分都是谎言 人民的生活没有因为西门上海而改善 针对马华未来何去何从 是否应该和国阵来格了断 马哈顺表示 一切留待明天的母体代表大会讨论 看马华中央代表是否有最终决定 为马华妇女组主持开幕的总秘书 拿听巴杜卡周美芬也向媒体证实 明天的代表大会肯定会探讨 马华在国阵地位的课题 并做出决定 作为建国政党之一的马华 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 只保住一国二州 之后党内要求退出国阵的声音 也越加响亮 马华党选也有候选人 以此作为拉票和博弈的筹码 NTV7综合报道